现在说明提要三四六 几何极数 几何极数英文的讲话是geometric series 那我们这边有一句话说 几何极数是Loren极数的重要基础 所以必须要把底下这个关系式把它记下来 什么关系式呢 就是1-Q的导数 它应该会等于这一堆的相加 但是它的条件就是 Q的绝对只要小于1 等于1也不行 一定要小于1 这样的话它才是一个收敛的状态 其实等于1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分式 它分母会变成0的状况 所以不能等于1 等于1就发散掉了 其实也可以知道说 1加了无限多格也会发散掉 它这个是收敛极数 不是发散的极数 然后我们在应用的过程当中 因为我们是用负数来表示我们的变数 所以我们常用z的符号 所以1减掉z的导数 我们只把q换成z而已 它应该是1加z 加上z的平方 加后面的三次方 四次方 五次方等等 那条件就是 很多人会忽略这个条件 条件就是z的绝对值 一定要小于1 如果没有满足这个条件的话 那就不能用了 这样的一个展开的关系式 是就不能用的 那因为这个证明的部分 应该在其他场合都会看到 所以我们就不去证它了